以色列十九號發出通牒 如果三月十號 伊斯蘭摘戒月開始之前 哈馬斯沒有釋放加薩 所有剩餘的以色列人質 將會出兵進攻邊境城市拉法 而總理納坦雅胡 面對國際停火壓力 立場仍舊是強硬 在內閣會議上提出一份 拒絕國際社會 單方面強行推動巴勒斯坦建國的聲明 儘管國際社會反對以色列 對加薩南部邊境的拉法市 發動地面戰 以色列仍然設定了軍事行動期限 暫時內閣成員甘茨 十八號在一場演出表示 如果到了三月十號 伊斯蘭摘戒月開始時 以色列的一百三十二名人質 還沒有全部回家 戰鬥將在各地繼續下去 包括拉法地區 屆時將跟美國與埃及夥伴協調 幫助平民撤離 盡量減少傷亡 埃及已經在加薩拉法邊境 建造大型的水泥圍欄 以防止以色列地面進攻 導致大量八人越境逃入西奈半島 埃及沒有正面承認 表示是在興建一個後勤區 為加薩接收援助做準備 包括興建卡車停車場 倉庫 辦公室與司機住宿措施 加薩走廊人道危機嚴峻 加薩衛生部表示 拉法市北部漢尤尼斯 全加薩第二大的納色醫院 因為缺乏燃料以及乙軍的突襲 已經完全無法提供醫療服務 只剩四名醫護人員照顧所有患者 目前超過一百四十萬流離失所的難民 聚集在拉法 一旦發動地面戰將釀成超乎想像的 人道災難 但停火談判陷入僵局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面對國際壓力 態度卻更趨強硬 誓言一定會完成任務 還在內閣會議提出一項 反對國際社會 片面強迫以色列 接受巴勒斯坦建國的聲明 教父表決 聯合國最高法院 則從十九號起召開聽證會 衡量以色列 自一九六七年以來 佔領巴勒斯坦 約旦和西岸 包括東耶路撒冷在內等領土的法律後果 預計將有五十二個國家提出相關證據 舉證國的數量創下歷史新高 國際法院可能在今年底之前 做出不具約束力的緊急裁決 公視新聞是會中編譯